从开心麻花的小演员载到灯上春晚 凭借好剑一脚爆红 如今又成为首位全国票房冲破200亿的男演员 沈腾仅用七年时间让自己成为顶流 背后的辛酸只有他知道 瑞士沈腾是从春晚里面的好剑开始的 当时觉得这个演员好搞笑 很有喜剧天赋 在后面夏洛特烦恼西红市首富以及王牌对王牌综艺中的表现 觉得这个男人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幽默细胞 天生自带习干 即使站着不动 也觉得很搞笑 除了精湛的演技和独特的幽默 沈腾在心内外都反应迅速 在《我是演员》综艺节目中 在不知道剧情和背景的情况下 沈腾能够快速处理好所有的场景 观众的笑声从未停止 从被大家熟知以来 沈腾都是搞笑胖大叔的形象 很多人也都开玩笑称他为沈叔叔 所以当他在节目中说自己曾是军艺校草时 大家都以为他在吹牛皮 直到网上发现了沈腾的旧照 才发现原来他年轻的时候这么帅的 果然是校草级别没错了 在一次录制中国达人秀节目时 有一个会唱歌的小男孩说他非常喜欢沈腾 一看见屏幕上的沈腾就会高兴的喊着大救大救 于是杨米等人也跟着喊他大救 沈腾欣然认向了这个漂亮的外甥女 可是在后期的节目中 一个会读心术的达人让沈腾选择一个数字 沈腾毫不犹豫的选择了数字2 金星在一旁调侃道 我就知道你会选择2 杨米不解 金星笑颜 你大救2倍 一个玩笑竟引起全场的共鸣 二救生此起彼伏 于是沈腾就从大救变成了二救 杨米也逢人就说我的二救是沈腾 可是如此信任的二救竟能关键时掉帘子 还记得当年沈腾扶杨米扶了个静默那条日松了 杨米因为穿的高跟鞋不太方便下台阶 所以刻意跟腾哥说到时候扶他一下 谁承想腾哥早就忘了 硬是让杨米的手扶了个尴尬 这件事发生之后动不动就有人拿出来调侃沈腾 甚至可以说这也成了他人生中的一大尴尬 在王牌对王牌的说法化环节中 杨颖问沈腾 我和杨米谁好看 沈腾想了一下说 一个比一个难看 可是杨颖不依不饶 但是一定要选一个 沈腾的选择让杨颖大惊 你杨米太漂亮了 杨米只要一出现在我面前 我都会目不转睛的盯着他 太美了 可旁边的贾琳立刻补刀 但就是不服人家下台阶 在传声统环节中 关小彤和贾琳为了向沈腾演绎绅士手这个词汇 还特意重现了这经典的一幕 结果腾哥硬是想不起来 不过沈腾在面对张小斐的时候 就将绅士风度发挥到了淋漓尽致 一次颁奖礼上沈腾就一路扶着张小斐的手腕 自己全程也都是弯腰状态 直到将张小斐护送到颁奖台上 不知是不是因为之前没赴杨米上了这搜 所以这次才特意展现绅士风度呢 对此你怎么看呢